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连续总哥 随着官方up主吉利计划的2.6延期特殊版本的发布 涨草期现在基本上也是尘埃落定了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原生的老玩家们现在都在说涨草 米哈游在所谓的涨草期 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策略 关于涨草期的公告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大概的整理 先分析一下米哈游的延长期策略 首先就是记性大月卡没有任何的消息 大概率是这28天没有记性 于是老玩家的涨草度又加一 其次就是关于2.6的深渊直接延长了一起 这个跟我之前的猜测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更新2.7的深渊 而是选择了以现有的原魔阵容在深渊再混一起 这个非常合乎逻辑 因为毕竟他们选择了延长莲花的卡池 他们也并不希望在up的期间看到当期的up角色跑去打兵环境对不对 这样毫无疑问只会使流水雪上加霜 目前黑榜是不会再更新这一期的深渊使用率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民间有越来越多的团体 不管是社区还是app 我发现他们都开始自行统计使用率了 特别是有一些app 因为他们本身就支持查询抽卡记录的嘛 所以他们知道自己的用户box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角色 一旦提交深渊阵容啊 他们就是精确的深渊使用率了 因为社区里面单纯的你通过帖子来统计的话 你也不知道跑来统计那些人身上有什么样的角色 那使用率就会变得比较的没有参考价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黑榜也要求你直接拷贝粘贴整个你的米游社的html嘛 其实就是想知道投票人的更加整体的box的情况 但是相反有一些app却可以在理论上实现对使用率的统计 所以即使黑榜不更新 我相信也会有好事者去统计的 然后你考虑到2.7的深渊布局啊 一旦有人去统计的 显然都不会是他有希望见到的结果 毕竟会展现出来相当不利于现在正在up的角色的结果嘛 没办法 谁叫2.7的深渊早就设计好了呢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么难看的事情 肯定还是要尽可能能延迟则延迟 如果真的要延期28天的话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深渊会不会再延一起 最后就是总结的第三项 成歌湖遥遥无期 目前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修复好 连在成歌湖的活动下面都仍然不忘了加上一行字 活动照常开 但是成歌湖什么时候修好不知道 关于这一点有一位在手游业内工作 的朋友这样跟我吐槽说 这个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怎么会一个公告连自己的代码能不能完成都会显得如此的不确定的 如果有很明显的远程工作的问题的话 只要稍稍评估一下 就知道有没有办法跟上进度 如果跟不上进度的话 也没有必要发一个这样的 我们可能会重新开放成歌湖 也可能不会重新开放成歌湖的公告 这不是说了等于没说嘛 这个事情毕竟不是公司被陨石砸了这么突然嘛 给进行调经验 你们都调了一个多月了 总之就让我们这些局外的感到非常迷惑 不过不管怎么说一周发5000的冬天宝钱 我相信对于很多旅行者而言也是比较香的 毕竟他原来涉及到每周更新的那些货品 你都只能挑着选 现在总算是有一点点财务自由的那种感觉了 实属感恩戴德呀 单纯的是出于好奇 就他继续每周发5000的话 大家愿意见到成歌湖继续远起吗 觉得愿意的扣哥以不愿意的扣哥 就我这种家园早就已经摆好的老咸鱼而言 老实说他开不开放摆放 对我影响是真的不大的 最受影响的估计是那些想把刚抽来的新角色赶紧请进家园的旅行者们吧 不管是林人这种新角色也好 还是或者像林华之也有人是这一次复刻才好不容易入手的嘛 但是我相信如果是老玩家的话 成歌湖其实多半也是早就已经整理好了 然后摆放也是很久才会换一次的 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关于这一次原神的涨草期 我们可以看到季行 深渊以及成歌湖可以说是三线百滥了 关于成歌湖的理由 目前众舍纷纭 我们也不做深入的讨论 但是关于季行跟深渊的摆烂呀 或多或少还是引起了很多老玩家的不满的 就打比方说 动态下面被点亮最多的评论 开壶 关池子 开季行总得干一件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其实这位朋友他所说的东西之所以会被这么多人点亮 我觉得归根到底啊 是因为他说的东西都是老玩家们所关心的 开壶 首先现在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干嘛 就至少开了壶 大家可以找点事情干一下 关池子 那该我觉得基本上其实大家的意思是说希望有新的池子 又哪怕你up秦家玉山家 那么我相信也是有不少的人想要趁着这一次的机会补一补玉山家的命之座 同时也培养一下玉山家嘛 所以说白了就还是那句话有事情干 然后呢 关于激情就更加不用说了 我听说最近有一些人甚至懒得上线轻体力了 光速做完每日就下线了 就是因为连激情都没有 那体力都不轻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听到这样的观点 就是说这一次2.6的延期 会不会重现当年1.4 1.5的涨草期的退坑热潮 美少女们为什么总是在重复同样的错误 但是首先大家退一步去想一想 就是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这样摆烂的话 会有大量的老玩家找不到任何的事情来干 最终变成了玩家的流失吗 我相信他们不至于没脑到这个样子的 应该不至于吧 呃 毕竟是985哎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延长期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米哈游很明显的选择了一个让老玩家最无聊的策略 然后同时呢 他们紧急开启了一个2.6延长期的特殊的原神主播激励计划 然后这个激励的主题是什么新手指南 怎么带蒙星 怎么样从蒙星变成大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延长期米哈游对于老玩家不仅没有方案 反而是寄出了另外一个方案 全面招星 那个对待新老玩家之间的温度差呀 或多或少还是让人显得比较意外 那么策略的解读摆在了这里 然后我们又确信985美少女们又不是傻子 那么他们选择这样的策略肯定背后有他们的生意以及动机吧 总不能没有对吧 于是我又联想到了我上一个关于延长期的视频下面有这么一条留言说老九菜都是已经被磨损过的了 当然是新玩家更加香喷喷呀 就他说的有点露骨 但是资本家在决定策略的大方向的时候 背后肯定有他们的思考以及数据的铺垫的嘛 于是我就尝试更深入的去思考原神老玩家的现状 以及原神的这一种运营模式有可能会导致的大数据 老观众一定记得我这样调侃过 我说原神是我玩过的手游之中对磕金玩家最甜的那一批了 这种话肯定是不太风向正确的 因为很明显你吹原神对于零科玩家非常友好 不需要充钱就随便玩 就良心的不行 这样才能够知道盛世嘛 特别是原神这个游戏他没有pvp的内容 尽管社区的氛围懂得懂 但是那些我们都可以甩锅给人的本心嘛 因为在表面上看来不管社区怎么样pvp 跟这个米哈又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所以也许很多新观众会觉得吃惊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就是原神是对待磕金玩家最甜的那一批手游 就很多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什么 你不能pvp真的不就装不了杯嘛 但是我们先抛开现在带钻戒的六命越来越多这个不谈 原神这个游戏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那就是因为普通玩家跟科金玩家都在打同一个深游 早在2020年年底更新1.2的时候 在那个版本上线了两个角色 一个就是阿贝多 另外一个就是甘雨 非常奇怪的就是就是阿贝多跟甘雨明明是同一个测试服出来的角色嘛 但是命值做的强度却好像直接差了一个世代那样 就明明作为同样是限定的五星角色 就发现深渊就直接自有了 我不是时不时这样说吗 在过去一年半左右满命的胡杆在深渊里面都是屁股摁着键盘横着躺过去的 有些人可能觉得胡桃一命完全体什么的 但是事实上满命满金的胡桃比起一命再加上满金的侠里灭神的胡桃啊 那个输出期望是1.8倍 而且这个是没有计算二命的雪梅香提升 还有就是没有算四命的全对暴击力提升的这个加成 我是这样算的就是满命满金的胡桃两轮内可以解决战斗 在40秒左右要么就是直接时间线拉长超过一分钟 然后六命激活两次的话 所以对于胡桃而言他的命值做提升是其实很合格的 提升没有后面的角色这么大 但是同样是属于力大飞砖的范畴之内 磕穿两个石子然后强度将近一年半毫无压力 我们可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之内满命的胡杆还是乱杀的 这个在科金手游里面是不太正常的 正常的科金手游应该是属于那一种 本来已经磕了二三十万在游戏里面的磕老 然后连着两三个月跳了这么两三个卡池 你就发现他就不在地上了 就在理论上都没办法冲上去 因为他缺乏关键的角色呀 还有关键的武器呀或者是装备之类的 但是原生却很特殊 他是属于科金一时爽 然后一时爽就一直爽的那种 然后更重要的是呢 众科玩家跟微科玩家是在打同一个深渊 然后标准又是比较笼统的是同一个的 就对于原神而言众科玩家 除非最后跑去打竞速 不然真的很容易失去继续全满命的动力的 之前有一位b站的直播会员这样过来跟我说 董哥你怎么决定上什么角色的打深渊的时候 满命角色太多都不知道上谁 没错这个其实就是现实呀 说白了到了后面 对于那一部分磕了很多钱的玩家 他们其实更重视的是什么 能不能有更多的玩法 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反而是大世界可能要竞争上岗了 原神玩到后期啊 对于磕金玩家也除了极少数自律性非常强的 什么就自律性非常强的呢 就我跟有两位留学生关系比较好的 就他们都在其他的手游磕了这么一两百万了 就是属于手游的老闲鱼了 原神这个游戏在中国内部是属于现象级的 所以你能够看到很多不同阶级的玩家 有时候你甚至可以看到有这样的玩家 就上来玩了不到半年的原神 就迫不及待的往里面冲了一百万人民币 就是大概是十五万美金的样子嘛 那半年有什么好壳一百万的 没有错他抽了四十把物切 就合成了八把满金嘛 就无聊到这种程度了 因为没有更多的给他磕了嘛 活不起来这样玩游戏注定的是不会很长久的 于是就淡出了游戏一段时间了嘛 但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两位朋友呢 他们自律性就是非常好的 能不多抽的就不多抽 但是反正每年可以给米哈游贡献二十万的样子 我相信米哈游也更希望见到这样的玩家 就是比起半年给他爆充一百万的 他更愿意见到十年给他们送两百万三百万的放长线钓大鱼对吧 就这种自律性很强的磕金玩家 就是属于那种平时可能都不上线了 毕竟刷剩一物有时候也是挺折磨的 但是一旦新角色上线了啊 新武器来了马上就是打开支付宝二十单下去上线抽个痛的 然后跑去深渊暴杀完一轮之后好非常爽 接下来四十天就不上线了 那最后两天呢还要准备一下下一个角色的素材吗 这种玩家是极端的少数啊 更多数的玩家都是属于那种玩着玩着 就越来越没兴趣了也越来越不磕金了 就临命开个图鉴 那反正深渊你就上满命的优拉或者满命的甘雨或者满命的胡桃玩 他可能只凑了这三个角色的满命 但是他就是乱杀呀 米哈游他敢设计到深渊满命的优拉打不过吗 或者打得很艰苦吗 他不敢的呀 那么怎么办 那就只有开排名了呀 开排名你可能前排就要给更多的奖励 那普通玩家又不干了 所以你越深入去思考 你就越发现原神这个所谓的对科金玩家很甜的运营思路呀 是有前后的矛盾的到这里我们就跟前面连接起来了 没有错在我的上一个长草期视频下面的那一个评论 老韭菜是会磨损的 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随着时间的延长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米哈游的设计以及运营的思路呀 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 因为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在设计新角色的时候 命之座也开始变得稍稍有一点保守了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出现部分的玩家 越卡玩家呀 就斩到了满命的干羽 或者三命的胡桃呀 四命的神里之类的 呃那种被吹炮的什么神里生鹤十二命 毕竟还是太遥远了 关于这种十四斤的组合 我觉得米哈游暂时是不担心的 所以像这一种神里的六命的那个命座强度 被拆到了生鹤的六命身上的设计啊 是远远不属于什么风控翻车之类的 等到月卡党能够把满命的神里和满命的生鹤都凑得出来的时候 那多半那个时候都是什么18命或者是24命的时代了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呀 我觉得米哈游队单个角色的满命强度压的还是非常精致的啊 就除了满命的一斗之外啊 因为满命的一斗 他摆送了一个专服 你知道吧 就总不至于满命的一斗 还没有满命的五郎吧 那也太天选之子了 顺便跟大家说一个冷之神 那就是将近95%的抽到了雷电三命的玩家都是有满命的九条的 在统计学上面 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抽了雷电的二命 然后在第二次up的时候下了一次星海的十字 那么再加上中间你也常驻会歪一下的嘛 满命的九条多半都是没有问题的 一斗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单个角色高命还附赠一个专服的设计 其实往往性价比是很高的 然后玩家们都去喷什么神里生鹤之类这种明明还要另外抽的五星 然后生鹤如果没有那个一命的话 在循环里面他甚至又不能长按太多的就不扯远了 但是我们逐渐可以看到就是像将军和一斗这样的角色啊 因为他高命自带队友 所以对于屯屯鼠而言老实说是可以触及到的 在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这样聊起来说有一些月卡党 他就专门的去屯甘雨的满命 就哪怕拿锻造武器或者天空之翼都会去先抽了甘雨的满命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满命的角色 他在除地群里面就会很混的开啊 反正你除地连击就只上一个角色了嘛 也就是说对于少数有规划的月卡党而言啊 他们甚至也已经迈入了满命自由的行列了 这种人实在是少数吧 但是即使你分开来抽的话 就是你军摊的抽啊 当你玩了一点多的元神box开始宽起来的时候 然后圣衣物也上去了59级了 就你会发现深渊真的是一点压力都没有的 就乱杀随便玩 我跟你们说少数非常聪明 游戏一些非常好的玩家 他可能就是恶命的雷电一命的胡桃 什么神里甘雨又有专武 陷海万叶这种泛用的角色也会拿下一半以上 然后跳过了好几个主c的 你来多看我的视频 你也会这样抽的 用不上的就不抽了 我跟你们说这类的玩家 他们往往都是在深渊的及格线很上空的 也就是说他们在短期内强度上面是很难有疑虑的 那么米还有要怎么赚钱呢 米还有肯定就转而向那些不太会玩的玩家 或者说是还在早期的玩家 因为你处于游戏的早期啊 你有想要变得更强的想法 而相对而言那些强度老闲鱼就会失去任何动力了 再变强也没有用呀 反正上线刷完之后都是零提升 反正神渊就是乱杀 就除非你把雷鹰权限丢进去 不然的话你有种把深渊设计成三命的雷九万班 一刀下去四十几万 然后每个重击两段加起来十五万还打不动的吗 你不敢的呀 那怎么办呢 既然大幅度的膨胀深渊不是一个option 那就只能够把眼光头像更加正在夺障成长的小白菜门身上了 难道不是吗 所以如果你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原生的这一种手游运营方式呀 他看似没有排名 他看似不鼓励pvp 他看似对科金玩家很良心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弊端的 而这些弊端呀 最终在米哈游那边的数据库的大数据上面 看起来多半是反映成这样的 老玩家们过于佛系 剩衣物上面看不到成长的希望 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变强了 进而科金意愿低 之前不是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吗 就一个种科玩家 他停科了一个月之后 有另外一个专属客服来加他 问他是不是碰到了什么困难 然后他就问你们绝缘本有暴击头吗 然后他说什么有的 还什么秋秋给您欧气 然后那玩家就说你出了我再可 大家一起来把好骂打在公屏上 所以米哈游那边其实也是前后为难的 就是他为了不让让新老玩家之间出现很大的差距 他那个剩余物就其实是故意在卡老玩家了 根本原因又是因为新老玩家之间的账号资源差距很大 然后差距大你也没办法 你又不敢专门给科金玩家开一个深渊 你甚至现在连开第三队都会有人跳出来跟你说 啊那萌新怎么跟得上呀 甚至这个导致最后米哈游在设计剩余物上面都显得未首未脚 我之前不是给大家详细的算过数据吗 对于老玩家而言鱼想套以及仿杀套的价值就非常的低 因为你刷两个月对比起手上的二加二对比起手上的视觉都是 你会发现基本上是没有提升的 然后我丢了两个月份的自回体力资源进去 自己尝试了一下发现我的销跟凌人是确确实实的得到了非常不错的负提升 哎董哥你这么懂数据你为什么还去刷呀 因为我以为我自己是欧华嘛 就就以为我会比我自己算的数据要欧一点 就没想到啊就我原来我这么普通刷出来的时间套那个磁条数量啊跟我算出来的期望几乎分毫不差 所以大家如果没有什么人生三大幻觉的话 我建议还是多相信一点数据尽管有些数据它是片面的 但是有些数据它不是片面的嘛 所以单纯的就从整个原神的大环境来看的话 米哈游其实是在竭尽全力的 不要让新老玩家之间出现很大的差距 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好设计这个深渊了 而在现阶段我们也还没有看到改革深渊的计划 尽管我们知道他们迟早还是要改革的 因为他们不可能永远这样运营的嘛 以目前的运营方式肯定就是前有萌星后有老玩家 那么就会导致你设计这个设计那个都显得比较保守 最终就会更进一步的导致老玩家们觉得自己不会再变强了 反正怎么刷都一样抽角色也就随缘抽吧 那么在米哈游眼里这部分所谓的老玩家们呀自然就成了付费意愿极低的群体了 然后经过内部的讨论就我猜呀 最终的结论肯定就是与其去看什么波压b站动态下面的什么高量评论 整那些有的没的那还不如提前布局 让那些b站的主播们多做一点什么小白萌星的攻略 你说那些评论下面的高量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当然知道呀 你说他们没有讨论过他们当然也讨论过呀 但是这么做可能不符合他们的大数据罢了资源如果给的过多 那么老玩家会不会进一步飞愿下降这也许是很现实的问题 在这之前有一位黑榜五连打竞速前五的玩家在私底下这样跟我说 米哈游他肯定是不太希望玩家们太聪明或者太硬核的 我现在回想一下就想笑 因为如果一个玩家他看的攻略特别硬核的话 然后他就有样学样就少走了很多弯路嘛 然后就快速步入了深渊自由的话 那么价值不就迅速没掉了吗 嗯没有没有没有效 所以我相信米哈游应该不希望我做什么萌星攻略还没办法太懂了 所以关于这一次延期啊米哈游虽然在老玩家身上显得非常躺平 但是我们这样深入去分析的话 你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是有背后的逻辑的 为什么比起其他的大动作 他们更倾向于为吸纳新用户做铺垫 我看到有很多人这样觉得就是米商稍稍有一点傲慢了 这么长的涨草期直接原地躺平什么的 那你说他们运营的是不是情商帝 那肯定是情商帝的 但是总的而言我觉得资本嘛 跟着自己的用户的大数据走纯属正常操作 大家也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涨草期很无聊 你可以学我一样多摸鱼少跟视频嘿嘿嘿嘿嘿嘿 关于这个涨草期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玩家这样建议到 没必要为了玩游戏而玩游戏 可以做点其他事情干一干 我非常同意 比如说跑步也好 做御驾也好 看书也好 甚至看漫画也好 也可以多过来看看我的视频点点赞是吧 因为这一次延期纯属是不可抗力嘛 剩余物毕竟是属于曲线数据 所以如果你觉得很难提上去的话 我建议大家也还是不要把体力浪费了 做完每日之后 你还可以去把什么火焰术呀 极动术什么的给干了 把你没有练的角色 比如说凯亚呀或者是安摆全都给拉起来 进一步拓展自己box的宽度 老观众一定记得我这样一个比喻 就是深渊他看似没有排名 但是本质是有排名的 他本质上更像是一个考试 长草期其实也是巩固老玩家的地位的好时候 对于在看这个视频的萌新或者偏萌新的玩家 你们更要记住前面我说的那些都是你们总有一天会经历 然后走过来的路程 旅程总有一天会迎来终点 不必匆忙 我们终将会在深渊的门口重逢 一见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 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 不吝点赞订阅 优独播放 dime